今天我们做一个菜盒子 我用了两种馅 一种韭菜馅的 一种小白菜馅的 下面先和面 面粉用普通面粉500克 一半用150克开水烫面 这叫做半汤面 另一半面用冷水 冷水也是同样的150克 这样半汤面和的面 既柔软又筋道 面粉里再加5克植物油 这样烙出来的饼自然焦脆 刚开始揉面 手有点黏没关系 揉一揉就会好 面糊一定要盆光 面光 手光 面一定要多揉 用劲揉 然后 饧面10分钟 现在处理菜 先把小白菜用开水焯30秒 变软即可 捞出控水 现在和第二次面 看着饧过10分钟的面 就非常光滑了 再用劲揉几分钟 继续饧面 然后用这个时间拌馅 小白菜 小白菜挤干水分 切碎 先横着切成丝 然后再竖着切成丁 也不需要太碎 然后用葱油或香油 把水分锁住 把水分锁住 用煮过小白菜的水 煮点粉丝 放韭菜馅里 细粉条也可以 放粉条 第一口感好 第二可以吸收 菜里的水分 然后横竖切几道 切短点 再切点泡好的木耳 放小白菜馅里 味道很香 再切点油条 放小白菜馅里 味道很香 不喜欢可以不放 然后打几个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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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一小勺盐 打个底味 下面切韭菜 把根部去掉不要 切成均匀的颗粒 韭菜也是第一时间放葱油 或香油 锁住其水分 下面炒鸡蛋 放入适量的油 锅子一定要热透 否则就会粘锅 快速的打散 再用铲子打成小颗粒 盛出备用 鸡蛋一定要彻底凉透 再往菜里放 否则菜里就会出汤 切点小葱 放小白菜馅里 开始调味 一小勺 一小勺半盐 味鸡鲜小半勺 香油一小勺 白糖一小勺 拌匀即可 韭菜里放粉条鸡蛋 放香油一小勺 放香油一小勺 盐两小勺半 最后再放点蚝油 韭菜馅里只放盐 油 蚝油 这样更能体现出韭菜的鲜味 好拉 两个馅都拌好拉 开始包盒子 面已经醒得非常到位了 大小 大小根据个人的喜好 我这个相对大一点 拍成小饼 擀成包包的饼皮 中间相对厚一点 擀的最好有点椭圆度 这样好包 放入馅 馅一定尽量多放 这样好吃 边缘不要有馅 这样边缘好粘合 先把边缘均匀的捏紧实 然后打个花边 这样既美观 又能使口封得更紧 好啦 一个半圆形的菜盒子就包好啦 再来做一个 叶字幕多归 下面包小白菜馅的 给它做成一个圆盘子形状的 上下两个饼皮,中间放馅 馅也是尽量多放 上下两个饼皮大小一致 边缘捏紧实 边缘打一圈花边 用电饼铛开始烙饼 提前预热,放入油 把饼放入 上面再涂一层油 盖盖煎至三分钟 然后翻个面 油不多的话再抹一层油 盖盖再煎三分钟 好了,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啦 好了,全部出锅啦 好了,全部出锅啦 我们看一下 这个饼可硬可软 想吃焦脆的 我们现在吃就刚刚好 如果想吃软的 可以放盆里 盖盖焖一会儿 就软软乎乎的 非常好吃 再看一下小白菜馅的 皮薄馅大 喜欢的朋友就做起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